跟她打神招呼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濕源後方 馬上緊跟著一些女兒們 想要來討藥而料 烘乳一定是非常熱情的 想要衝上來吃第一口食物 我們來看一下展翅缸的烘乳 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身體的擺動方式 很像燕子在拍打翅膀 我們稱作燕烘 第二類在濕源身邊 身體的擺動方式像少女的裙擺 有沒有看到有一隻油上來擦玻璃的呢 這個少女裙擺呢 我們就稱作為土轟 燕烘跟土轟 就是我們大洪史當中的兩大家族 哇,我們看到垂頭沙游出來了 都一定很幸運 它很少在開場就出現喔 垂頭沙它的眼睛在身體兩側 我們經常說呢 它是海水管最快的一隻魚 很簡單,因為它看得很開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轟魚 它的身體擺動方式 像燕子開打翅膀 剛才介紹的是燕烘 體型比較嬌小 頭部凹下去 好像被棒子打鍋一樣 它的名字叫做 岔頭燕烘 岔頭燕烘呢 是我們展示剛剛中 體型比較嬌小 數量比較多的烘魚喔 那濕源前方 身體的擺動方式也一樣 被稱作燕烘 它的頭部向前突出 背後有像雪花一樣的白色斑片 叫做 眼斑鴨嘴燕烘 那眼斑鴨嘴燕烘跟 插頭燕烘 就是我們當時主要的燕烘種類喔 好,接下來我們馬上認識 屍源前方 它的身形好像鯊魚耶 但是嘴巴又在烘魚底下 體型算是蠻大的 那到底它是鯊魚還是烘魚耶 我們這邊就來請各位來賓舉手來看看啦 好,就是眼前那隻很大隻的 向烘魚來賓幫我舉個手 好,那覺得它向鯊魚來賓幫我舉個手 好,那麼請沒有舉手來賓幫我舉個手 好,因為沒有舉手才是正確的答案喔 它不是烘魚也不是鯊魚齁 它叫做糞魚 但不是米田工的糞齁 是噴水的噴口這邊去掉 加上魚字旁邊做糞 好,那我們等糞魚游過來 再跟大家繼續的介紹 垂頭鯊即使有說很少出現 是因為它喜歡觀察獵物與陣子 才會向前來覓食 所以各位來賓可以看到垂頭鯊一直在左右徘徊 它會等待時機能夠來進食啦 好,那我們接下來畫面來到最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一隻很大隻的魚游了出來 它就是我們知名的龍膽石斑 好,龍膽石斑跟我們一般餐桌上認識的不太一樣 餐桌上我們都看到五六十公分的 它們全部都是磁性女生的龍膽石斑 長這麼大隻呢,是我們用來涵養殖的 它是雄性的龍膽石斑 會有竹群當中最大隻的雄性 目前最高紀錄,全世界最高紀錄是300公分 在這之前我們再來插摸一下剛才那隻糞魚 仔細觀察一下它的嘴巴是波浪狀的喔 它叫做波口後頭糞 這個波浪狀的嘴巴很特別啊 特別喜歡來找到海床上面的食物來吃 據說我們屍遠被它咬到,傷口也是波浪狀的喔 好,那這個波口後頭糞 它的體型就算是蠻大的軟骨魚啦 接下來我們再回頭介紹剛才身體呈現金黃色的魚 它們有非常多名字的別稱 這名叫做黃金餐 又被稱作五齒餐 不是因為它很古恥都把其他魚的早餐給吃掉喔 是因為它真的沒有牙齒 那沒有牙齒要怎麼吃飯呢 哇,我們插摸一下龍板石斑吃飯啦 各位,你想像一下屍遠的頭在它前方 龍板石斑只要比它嘴巴小的都可以吃下去 其實是連屍遠頭都吃不下去喔 蠻恐怖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屍遠,要餵食龍板石斑 是蠻具有挑戰性的 好,那每晚石斑吃東西的時候呢 會用非常強勁的吸力 所以我們屍遠不會把手放進它嘴巴 通常會把耳料放在它前面 用頭餵的方式來進行餵食喔 好,那我們屍遠前方這隻鯊魚 到底是誰呢?它很早出現 各位來賓更幸運了 因為它一天可以睡著14到18個小時 哇,現在出來的魔動算是蠻少見的喔 它的臨子叫做護士鯊 又被稱作腳口鯊 腳鍊鯊 其實是非常兇猛的鯊魚 那它還有第三個別稱叫做睡鯊 顧名思義剛才說的它很會睡 好,那睡鯊其實是我們當時當中最兇猛的鯊魚喔 可能跟我們的垂頭鯊不相上下啦 有沒有發現有些烘魚有尾巴 有些沒有尾巴呢? 哇,這實際上跟我們以前啊 在經營海生館是有一些些的關係的 好,那以前呢,我們這些鯊魚在大海當中捕捕上海的時候 因為身上有毒 對來這邊可以仔細的觀察一下 在它的身體跟尾巴的交界處 其實鯊魚是有毒刺的 而且是非常強勁的神經蛋白毒 所以以前的漁民啊 經常習慣性的把它剪掉 避免自己受傷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啊 海生館後來有跟漁民們搭乘一個協議 就是完整的把它的尾巴保留下來 所以在我們展石崗前面所看到 沒有尾巴的烘魚其實都是元老級的喔 他們很早就來到海生館了 好,那講到這個烘魚的毒刺 就要來跟各位來這邊介紹一下 海洋的神經蛋白毒 萬一我們在岸邊這個不小心被烘魚給刺到 該怎麼及時處理呢? 不要說沒有這個機會齁 很多釣客釣上來的經常都是烘魚 烘魚在臨死前 尾巴可是會亂甩的喔 好,那這個尾巴上面的神經蛋白毒 其實我們可以非常初步的這些熱損來進行混換 但在這個之前 為了避免毒素快速的蔓延全身 所以如果我們不小心被刺到 要請各位來賓冷靜下來 如果血液循環加速而緊張的話呢 可能會死的比較快喔 好,那第二步呢,就把這個傷口浸泡在熱水 大概50度左右到70度 就可以初步的來破壞神經蛋白毒 最後,就要來提醒各位來賓 這根毒刺不能拔出來 要帶著去救醫 為什麼呢? 因為烘魚的毒刺是倒溝 所以如果拔出來的話 會有開放性的傷口 到時候就不是中毒那麼簡單喔 還會感染細菌跟病毒 這樣就麻煩了 好,所以呢,這個時候被烘魚釋到 簡單的三個步驟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 師緣來到正協邦 來跟他比什麼動作呢? 沒有 哇,已經未完了 讓我們熱烈的掌聲 來感謝師緣的精采位置喔 好,各位阿民開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跟他揮揮手 不要停 為什麼呢? 因為啊,師緣跟大家登場的時候 有點不太一樣喔 剛剛登場的時候 有很多的魚都跟著他 像個大明星一樣